我曾失恋过一个姑娘 夏吉 一个黄灰 是那种大而红的太阳 落在山崖上 而红光又匆匆地 着实了我家土墙的黄灰 家里人都出去了 我一个人趴在康檐上 看水壶传 先是听见戏风 把落叶和柴草 吹得在院子里沙沙的响 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只是月夜里石秀提了刀 在青史街上背跑 忽然院里想了一下 有人问 人在没 故意踏动着沉重的脚步 就走了进来 一直到了堂屋眉口 书上的光线暗了一下 我扭过头 从卧屋小门往外一看 竟然是她 立即欢喜起来 欢喜得手脚无措 给她取凳子 又要取壶倒水 过没考时 竟把脚趾头踢了一下 她说 哟 我这么重要呀 我说 你第一回来嘛 她说 在看什么书 贼爸你偷了都不知道 她手里拿着一块米饭的锅巴 嘴里还嚼着 我从炕上取了书给她看 她趴谁子过来 她的头发毛哄哄的 扶着我的脸 我没有动 她把手中的锅巴喂给我 我小小的咬了一口 我这是完全是在梦里 心跳的厉害 满脸通红 差一点在咬锅巴时 咬向了她的嘴 但我又不敢 额头上 鼻尖上 都是汗 接着 一种离奇的事发生了 我似乎感觉我的灵魂 从身子里脱离出来 悬在了半空 我清清楚楚地 看见了我的身子 开始忙乱地 翻箱倒柜 要给她找些可吃的东西 但堂屋没有 又搭了凳子 从木梁上掉下的竹篓里 拿是饼是皮 是饼是皮也没有了 我骂了一句 馋嘴的弟弟 站住发了一下呆 小跑到厨房的筛子里 抓了一把红薯片给了她 她不接 母亲就从院外 抱了一大馈 干包固结 从梅里挤了进来 她就大声地说 婆儿 你让我叔趴在那里看书 要把眼睛看坏呢 我们的恋情 发展到此 即是最高潮了 这是一开始就注定 不能成功的恋爱 以后在苗沟水库工地上 恋情还在继续 但直至我离开农村 来到西安读书 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说破 大学暑假探亲时 仅仅在路上见过一面 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 我们只说过几句话 从此几十年 没有遇见过 初恋常常是失败的 而时过境迁 把人性中的弱点 转化成了一种水美 这就是初恋 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 每个人都要恋爱 每一本书里 都写着爱情的故事 所以 我的这一段初恋 并不足夸 我也不愿意将在乡下的五年 写成苦难 加爱情的内容 炫耀失败的恋爱 是一个事业成功人的话题 我或许有虚名 但我并未成功 我之所以记录着这件事 因为这段生活 无法回避 如今 或许我已经老起来了 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喜欢讲述往事 1970年 我爱恋的人 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 大兴水利既被建设 丹凤县一举上马了 三个大的水库工程 我没能去 因为我父亲的位体 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 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 也抗拒着 完成上边非配的名额 我只能窝在村里 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 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 每日同老若病残妹 在田地里劳动 我的生活无聊苦妹 常常一整天里 不说一句话 我就抹算着 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 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 从工地上回来取粮食 他讲了许许多多 工地上热闹的事 比如宿舍如何搭在沟底的 下雨天山坡上 鬼下石头 怎样把棚顶 撒出一个洞来 几十里的大灶 又怎样让 不会做饭的人做饭 晚上的大探照灯 照在霸机上 一队一队 比赛着打夯 而五天一次的 唯一晚会 一直从晚上 演到夜里两点 我没有为那个他 在没在水库 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 说给他 让他将一份喜悦 扩大成两份喜悦 可他是长嘴男 我忍住了 没有对他说 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 各生产队都没有按要求 上足劳力 所以若去工地 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 另外 工地指挥部的人 到迪花民兵连 来希望推荐一名 能写字的人 去做宣传员 大伙没有字写得好的 有人提到了我 我不作声了 第二天找到了队长 提出去水库工地 队长不允许 又过了两天 天下起大雨 不能出工 又没有地方串门 抱着头睡了一会儿 妹的要命 就装了一口袋 包裹谁 对父母说 我要去水库呀 父母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已经出了门 一个人戴了一顶 破的没有帽颜的草帽 就走了 我好将 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 全然没有考虑后果 工地上 可不可以接纳我 队长会不会罚我 父母又如何想呢 我赶到了工地 民工午休起来 快要开下午工了 但我还没有吃饭 堂地领我去见了 迪花民工连的负责人 又领我去灶上喂 还有没有剩饭 正好剩了一盆子 胡汤面 就在那里吃了三碗 民工连负责人问 饱了没 我说 吃饱了 他说 我估摸你也该吃饱了 下午你就得去扛石头呀 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 我点了头 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 工地上的规定是 每人每天 必须从河滩或财食厂 扛三方的石头到大坝上 方可以寄一个石飞工 然后在灶上吃饭 在灶上吃饭 国家给每人每月 补贴15斤白面 我扛了一下午的石头 累得黑水汗流 但我扛的不足一方 收工的号角一响 我坐在河滩里 回谁散架一般 贾元崔的高企对我说 我考你个位体 世上啥最沉 高企是个政治人才 在崔市 就和我的那个北祖的哥 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 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 我说 过乘的锤 棉花里的水 你的心 我的腿 高企哈哈大笑 却说 你的腿 就那马杆子腿 我说 我的腿实在沉重的 抬不起来啦 晚上 我和堂弟搭铺 睡在宫棚里 一夜风声雨声 生生烦心 我想 这样下去 我怕是不行的 我并不是冲着 扛石头来的 我为的是 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 第二天 堂弟就把我来的消息 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服役 然后要我到指挥部没钱 溜达着 我一计行事 在指挥部没口转了两圈 就塞了脖子 看别人下棋 我爱下棋 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 眼瞧着红方架了炮 准备跳马逼宫 黑方竟还是只攻了一个小足 我就堆下去 替他走了一步 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下 扭过头来 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 四方脸 红卫夫 我说 走得不对 那人一说 你是不是叫贾平蛙 我的大名叫贾李平 是纪念在金培崔 李家大院出生的 但乡下呼孩子 爱挂一个字 而加上哇的口语 我就一直被李叫小明 叫到十八九岁 我说 是的 纳里又说 你写过大字 我说 在学校写过大字报 也写标语横幅 纳里拿眼睛 久久地看着我 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 我又瘦又小 形象猥琐 这时候 我的心还牵挂着 汉楚河上的 红方果然逼宫 黑方互视 黑方是不应该互视的 得紧急出将 我嘟弄了一句 臭旗 看见了不远处堂地 在给我使眼色 我才猛地明白了 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可能是指挥部的 立即又说道 我搭梯子 在商贼街道的墙上 写过斗大的标语列 纳里说 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 我叫张福印 第二天 我到了指挥部 福印和安妇 在那里 游印一份 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 还有两个人 坐在椅子上抽烟 整整的一天 我写下了无数的标语 福印陪着那个矮胖的领导 后来知道叫李志伟 来工地看我写字 他们也惊奇 我字写得这么好 我倒张狂了 说 作为比字还好 他们就笑了 说 今天起 你就是指挥部的人了 在指挥部一天 可以计八分工 近乎我在催泪劳动一天的三倍 而且还可以拿到 每月两元钱的补贴费用 这是民工联的人 享受不到的 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 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 水水潭里去游泳 拖得兢兢光光 大呼小叫 我发誓 一定要保住这份工作 踏踏实实 勤勤可以可以 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 长久地留用我 我游泳的水水潭 在工地的下河滩 晚饭后 并没有人来到这里 但偏偏 我暗恋的人出现了 我正从水里钻住脑袋 就看见了他 从远处走过来 我啊了一声 立即潜下去 因为我是赤谁裸体的 当他已经走过了水潭 我穿上衣服在后边叫 喂 喂 他争了一下 一下子跑过来 说 我听说你来了 可就是不见你 你到指挥部去了 我说 下午才去的 他是比在催泥时 又有些黑了 但脸庞更加有雷阔 还心洗了头 头发蓬松光亮 他北市去河下游 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 突然决定不去了 领我返回 去了他妹的宿舍 原来 他和一帮年轻的女子 住在离我妹公棚叫远的 一户山民家 我们一进去 大家就都看我 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 一时窘得 耳脸通红 耳脸一红 她妹就怀疑上了我 目光对视异样 她说 这是我书 我把它叫书里 大家说 是吗 这么小的书 她说 小书 她妹说 小书 你这小书 如果再能高一头 就是个好书了 嘴挺大的 嘴大吃四方嘛 只是嘴唇厚了一些 身体还好吗 她妹嘻嘻哈哈地坐见我 然后就往外走 还说 走呀走呀 咱妹出去吧 竟还把门拉上了 但她还是把门拉开了 又开了窗子 坐下说 她妹胡扯 我拿了眼睛 开始大胆地看她了 她的目光先是迎着 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 终于不好意思 做个鬼脸 扶谁往大的木板床上爬 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 她爬动如兔子 两只脚榨起 而一只鞋就掉下去 赤着公公的脚背 和染着红颜色支架的脚趾头 那时候 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 但一般都是染手指甲 染脚指甲的 我仅见到她 我又嗡的一下 要迷糊了 耳盖下觉得麻痒 用牙咬舌头 伸手过去 要捏一下她的脚 但手伸出去了 并没有落下 一只狗悄无声息地 坐在眉口 她叫了一声 忘 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好了 甲瓶蛙的作品 就为大家分享完了 感谢你的收听